南韓总统尹熙越西官员一旁还有美军高层陪同一起进入美韩军事地下碉堡亲自督军演习 有限于北韩核武威胁升温尹熙越力推南韩和美国军事结盟 两国扩大举办已知自由护盾演习 美国军和美军一样的部队 瞄准目标开枪 美韩军人合作无间坦克开进实际1比1设置的道路 模拟南韩爆发大规模城市相战 反恐行动排除爆裂物也都包含在这次美韩演习的一环 这一路持续到8月31号 一旧自由的 방패 연합 연습期間 다양한 연합 야외 기동 훈련도 진행합니다 또B1B 전략폭격기를 비롯한 미 전략 자산이 한반도에 전개돼 南韩警界邻国军事威胁 北韩则不断推动核武发展 但现在又陷入困境 因为北韩粮食库存已经亮灯燈 김 위원장은 농기계 공업을 도약시키는 것은 식량 문제를 해결하는 데 가장 절실한 문제라며 경쟁은 사장 시차 亲自駕駛 一影机 不過有外媒分析 认为这恐怕只是煙霧 但因为这座工厂 可能同时生产火箭 发射相关零件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